在物質世界 我們都在一定程度上 都在被物質色域所恐怕 因此的話 我們的內心 被物質的衣服所脫穿 而這種物質 物質的衣服要我們越爽越近 怎麼能夠脫離呢 我們來到馬達摩安 明陽姐去祈禱 我沒有力量 我在馬達的指導下 來控制下 請給我這個恩子 吸引我到你的話求下 那麼這就是迪夏孟魯 代表 在迪夏孟魯 當一個人 他們完全 樂於品嘗了物質世界的糞便 古魯呢 給出了這個超人的曼陀 一個人的心 如果是打開的話 那麼逐漸的 他就會受到呢 他就會被迪夏孟魯 在過去時 被迪夏孟魯 被迷住 是有吸引 要有這個奇效呢 那麼呢 古魯和門徒都需要有資格 門徒需要呢 要想免於而無知呢 遺伏而呢 古魯呢 他們也有資格 在他給的饅頭裡面 他覺悟到了 馬達摩罕的夏孟魯 不是呢 這心意你們相會 而是在內心中 在靈魯中 與呢 馬達摩罕相遇 這種呢 特定的關係 以馬達摩罕的特定關係 那麼他呢 就能夠覺悟到這點 那麼這個種子得到澆水 那麼這個蜘蛛呢 就能成長 然後最後呢 一個人完全啊 覺悟 Sanakoswami呢 經常呢 朝拜 在整個馬達摩罕 要去馬達摩罕 有一個呢 破了門 看到呢 有一個小孩 跟馬達摩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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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一邊呢 再刷牙 另外一邊呢 再腳板 再走 Sanakoswami呢 因為他寫了啊 這本書 他說 你不能這樣服務 馬達摩罕 他說 哦 好吧 爸爸 他第二天呢 他呢 就呢 洗了澡 穿上好衣服 才煮 馬達摩罕呢 說 他知道 馬達摩罕的喜悦呢 是更高興 更好的 因此他對呢 這女朋友說呢 他說呢 滿足馬達摩罕 馬達摩罕呢 是快樂呢 是更重要的 你不需要追隨這些規矩 但是Sanakoswami走的時候呢 馬達摩罕說 我要跟您走 Sanakoswami說 我不能照顧你 我不能像這個馬達摩罕一樣 我為你煮飯 我不能夠扛著你 因為你又很重 馬達摩罕說 我跟著你走 你停住的地方呢 我就停住 你轉頭的地方 我就停住 等他去他就自己 巴尖喀罕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 神像呢 就停在那裡 他就看到呢 馬達摩罕這個神像 三曲形象 Cai-d hus in Theron Beispiel sab 上面找了一些祭司 總共半千年的神像 你的湧式行仰 剛好 我們還有一些地方要去 所以呢 晚上我們再去解釋這些 嗯 谢谢大家